TTP裡面最主要就是三個 網路的十大問題裡面,TCP就佔三個 網路一共有十個問題 十個問題OK的話,網路就通了 因為它不同層次裡面都有類似的問題 好,回到我們主題了 扯那麼多 剛剛是幫大家做的 如果你有修網蓋的話,就幫你做一個網蓋的複習 或者是TTP的 那是TTP裡面最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這個 那回到無線這裡 無線的話呢 無線跟有線 我們剛剛說TCP或整個Internet 它是根據有線網路來設計的 有線網路剛剛那一套都OK 可是我們線到無線網路呢,無線網路不穩定 不穩定的意思是什麼 有線網路基本上它不太會斷線 有線網路線不會斷 它就是雍射 那無線網路會斷線 那斷線 斷線的話我就怎麼樣 我就收不到Knowledge 對不對 那有線網路的話 你收不到Knowledge 你就等 可是無線網路 如果你照原來跟有線網路一樣 就跟原來Internet 原來GCP一樣的話 那就很慘 你會等得更久 因為 也許你現在 我離記憶台 現在一下子環境變了 那 沒有送出去 我沒有辦法收到Knowledge 那我再往那邊走一步 我就可以送出去 可是你沒有再繼續送 因為根據Congestion Control 你推測這個可能是在塞車 其實根本沒有塞車 可是我現在這裡訊號不良 那結果你就一直等下去 你就等 還沒有 那我再等更久一點 那其實剛剛只是個斷線 或者訊號不穩定 那其實我再重送就OK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概念 大家就知道 有線網路的那個TTP 到無線網路是Walk 所以 所以 所以現在看到的那個 都有改 現在看到的 就是上層沒改 所以為什麼要Walk 我剛才提到 One in protocol 他主要就是針對這個 主要在那個TTP的那個層次 就是針對我剛才講 因為後來他有改號 現在叫TTP AMP 還是叫TTP 但是Mobile Profile Mobile Profile 行動的這個 所以 所以在這個 整個無線的環境裡面 它 它的 這個網路的環境是 無線環境是不可靠的 那不可靠的話 所以它的系統要改 那以前是各自改 那現在基本上有標準 那這個 我剛才講 只是講原理 你通通不知道 你還是可以寫 寫APP 寫程式 都可以寫 可是我覺得知道一下比較好 因為你既然都自公信 知道一下這個 這個 這如果要上無線網路的課的話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在Internet裡面 這很重要的一部分 OK好 那所以整個環境呢 包含這個 無線的網路的 頻寬 那是比 比較小了 然後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 無線比較小 然後動的時候呢 頻寬會怎麼樣 更小 所以高鐵上面的那個頻寬就最小了 所以你到 你到 動的越快頻寬越小 這是最 這是最基本的這個原理 最基本的 你動的越快 你能夠到時候 到時候這個 這個傳輸的這個頻寬是 越 越小 所以FIX的是遠大於Mobile的 Wireless 這個FIX Wireless 那 那有時候為什麼我們 行動無線跟固定無線也很重要 像有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比如說在世貿辦展覽 對 他們去這個 世貿辦展覽的時候 他們 各個廠商用到 很大部分都是固定無線 那 那是固定無線 它沒有 那個 那個櫃檯會到處跑 固定無線的話 那跟行動無線來講 頻寬會多一點 那有線的頻寬最多 Security 這個問題 這個大問題我們就不談了 然後Transmission的Interface 那這個會受到各種的 天氣地形啊 距離啊 這所有的都會影響到 所以這環境 對行動裝置影響很大 那Location GPS HPS這個我想說 我們也不去談它了 其實這很有趣 那 Potential Health Theser 這個是 會不會得癌症 這個 好 那很快的看看這個 Hardware Hardware的話 環境的Hardware CPU Processor 當然現在越來越 這個 然後它都會 但是現在的手機上的Processor 已經比過去 我們說主機都要強了 但是它Power永遠是個問題 那然後 至少還要提供一個 加解密的功能 那加解密的這些部分 其實不只是在 行動裝置 我們所謂的 一般所謂智慧手機上面 在卡上面 如果你有修那個 遠距離醫療健康服務的話 那我剛好 這個禮拜剛好是在談那個 IC卡 那所有的IC卡 所有加把IC卡上面 它至少都會有 加解密的這個部分 甚至是內建 內建的這個 DES RSA 這些 一定要有在裡面 要保證這個 Device安全 所以這 critographic的 密碼的 加密解密的 operation是一定會在裡面 那 Memory Storage 現在越來越 同樣的 過去是 很大的這個限制 現在 現在這個 2005年 就有一個TB的Storage 在 像一個 郵票大小的 所以越來越 這個 便宜 越來越小 Battery Life 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 基本上也是在進步 我們希望它越來越小 然後希望它的 收命越來越長 然後 加上 一些比較 智慧型的 元件 我能夠自動調整 我對 這個 我對這個 Power的 需求 所以這個是 好 那有些 embedded process 我就不講了 Risk的 什麼叫Risk 這雖然不講 Risk 大家做 有沒有學過 計算機組織或什麼 這個 Risk是什麼 在計算機概率裡面 應該也就談過了 組合語言也會談過 那是 全名是什麼 就是set Computer 那它跟 它相對的是什麼 complex 就是Risk 相對是cisk 那Risk 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 一般機概 大家就會談 但雖然是組織或組合語言應該也會談 指定級少 指定級少 那指定級少 那指定級少有什麼好處 或是有什麼壞處 指定級少跑得快 指定級簡單 指定級簡單跑得快 對 如果指定級太 如果指定太長太複雜的話 他的 所以跑得快的話 覺得不容易意義 那如果我要做複雜的動作的時候怎麼辦 你Risk 比方指定少 那某些指定 我碰到了 沒有 那怎麼辦呢 是怎麼樣 寫多行 寫比較多行來達到那個 這個 那是要寫多行的組合語言 那如果寫高階語言的話怎麼辦 Compiler做嘛 所以就是Compiler幫你Compile成這個 成很多 如果你是寫高階語言寫的 那在Sysc 它可能寫就是一個機器語言 機器指令 可是在Sysc的話 它可能是變成一個 一個函數 一個bunction 來做這個事情 那Sysc它 所以Compiler變很重要 有效率的Compiler它可能比較好 那Sysc 那個指令少 那 那剛剛你說要 大家說要做 要Compile來做 那這樣子會變快嗎 你碰到的 碰到的那一個指令會 碰到的那一個指令會 你碰到的那一個指令會要 要這個 本來在Sysc的話 一個指令 一個 一個抓詢執行時間就結束了 那可是Sysc的話 你要把它Compile翻譯成 一個綁取 或翻譯成五個指令 那這樣子 這樣子會快嗎 那 那 那是為什麼 你要再幫他做器蓋複習 還是最愛就是複習複習 對 不過這很重要 所以就幫他複習一下 那 那為什麼 你 你有沒有說Sysc會快 對 可是 指令少 那 那Sysc 那 你 你 一個 一個事情 我本來 做這件事情 的 Floating Point的乘法 對不對 兩個Double Flow的乘法 我在Sysc裡面 我就直接支援機器指令 就做好了 可是到了這個Sysc裡面 搞不好你連 沒有Double 搞不好你連Flow都沒有 搞不好你只是 只是Integer 你要把它變成Integer 兩個乘法 或除法 你看他自己考多次 這個 搞不好他只有加法 這個 那 那 那 搞不好會比較慢啊 為什麼會比較快呢 這是最基本的觀念 這個 這個 那為什麼會比較 就像看起來會比較快 可是 可是 像這個邏輯下來 會比較慢 那Sysc可以直接執行啊 就是 當然高間都經過Compiler 可是在 在最後執行的時候 他一個指令就做完了 Sysc 是Compile以後 變好多個指令啊 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 所以 你不能夠只看軟體 要看硬體 會怎麼樣 那軟體也要看 你應用也要看 因為 因為那個 Double Blow 這個要帥 你要有哪些指令 因為我 Blow成Blow Blow成Blow 不是經常 不是每個程式都出現的 可是我其他的 某一些指令 他會 他會 經常會出現 所以 所以你要看 你那些指令 會出現的頻率 是多少 所以我會把某些指令 把它 變成是用 常出現的指令 常要用到的指令 這個時候我們保留在Risk 刷新指令集裡面 用硬體來實做 每一個指令 一個Cloud cycle 就做完 一個刷新 cycle 就做完 可是對 對於這個 不常用的呢 就Compiler 來翻譯成好多個指令 來做 概念上是這個樣 可是 你省下那個幹嘛 比如說省下 省下那些東西 是要做什麼 但Risk 我們都叫Risk 像Java Virtual Machine 就是個Risk Machine 然後那個 Donet的那個 platform 它也是個Risk Machine 這個 所以像早期 我有開過Java Virtual Machine 的課 這是等於上組合語言的課 組合語言跟技主的課一樣 這兩門課合起來 以前 焦大曾經有 大概十多年前 有幾年 他們的那個技主 跟組合語言 就合成一門課 他就上 上Java的那個 那我自己在看選修課 就是 就是這個 等於是 就同時了解那個計算機的架構 跟那個 那些Java Virtual Machine 架構也不太一樣 還有RD Thread 有一些 有一些 Object 那些東西不太一樣 但anyway 那 那我省下來 所以你的指令 減少了以後 那我機器變簡單了 變簡單 然後那個CPU就變得比較便宜 那 那是不是它就跑得比較快呢 它不見得還不見快 如果一樣的話 如果 我只是把指令級減少 那 那這個 那Sysc指令級很多 看起來是 是這個 那如果指令級減少的話 那 那我省下那些 那我印級看起來變比較便宜 但沒有那麼白 那麼好的事情 只減少你的指令級 你這個 Sysc它 它就 它就那麼胖 你就減少了 然後我 然後我Compiler就翻譯好了 然後整體我就比它的效率好 那還是不行的 所以Sysc machine 除了減少指令級 它還多了一些什麼東西 在計算機組織上有沒有 計算機組織的課上 上 開始上 上 正在上 那有沒有談到這些 談到 這個是新還是細 這個 這個一點都不細 這個是季概的東西 這個一點都不細 我們現在 可能每個老師把內容都一直在降 一直降 這是季概的東西 這個 這季概就可以聽得懂 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的東西 你需要收到計算機組織嗎 如果 如果季概講到Risk的話 那你應該就已經聽懂了 對不對 你就 就 事實上不要到計算機組織裡面去 那 這是季概 這是季概書裡面就有談的 你去季概書裡面就找得到這些 那 所以我不只是指令找 那通常我要給它什麼東西 Risk machine跟Sysc machine很大的不一樣 是你們學組合語言的時候 都有register 對不對 那在 在那個 Sysc裡面 通常就只有 有多少 只有register 32個register 在Sysc的這個 在Risk machine裡面呢 它當然都有很大register set register set做什麼 就是 它有很大的 你可以想成是cache 但是 但是是一個 它能夠control的cache 就是 我們 我們有 我們有儲存 有快的跟慢的 對 我們有動作 像 硬碟是最慢的 這是external storage 對 那像 external storage 那外面還有什麼 像我在網路上面 我們把網路上 擺在遠端那是最遠的 那是最 external storage 那是遠端的 雲端的 storage 雲端的 storage 雲端的 storage太遠了 所以就會見 Proxy Proxy就是離我們比較近 的硬碟 我把它拉近一點 所以它就比較近